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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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們走的是打野路線 這場呢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我們片頭動畫使用的切雷怪 有些人叫切雷怪 有些人叫解離貴 那不管他叫什麼呢 如果你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點個喜歡 如果你要沒訂閱的話呢 可以往下滑一點點 看那個紅色按鈕呢 可以按下去 如果按鈕的顏色是灰色的話呢 那只能說恭喜你 我要為你拍手喔 你擁有非常不錯的品味 除此之外呢 這場也比較特別一點喔 我們會選這場來解說呢 因為敵方打野是蝙蝠俠 大家知道呢 蝙蝠俠打野非常的針對射手 尤其我們是射手打野喔 那這場呢 我們就來說說看 在蝙蝠俠針對的情況下 怎麼玩緊打野吧 當然呢一開始 我們從裝備裡面著手喔 全能武器跟冰袍呢 當然我們要選冰袍 只要死不了呢我們就有輸出的機會 這邊敵方呢幹辰了魔龍 他們蝙蝠俠的水量應該不好喔 剛好可以抓到一個空檔呢 成功擊殺敵方的輔助 之後呢我們再來把我們自家藍吃一次 對上敵方打野蝙蝠俠呢有個訣竅喔 就是要把我們自身的死亡數呢壓到最低 如果沒有視野呢自己沒有視野或者隊友沒有提供視野的情況呢 絕對不要隨便的出去喔 很有可能蝙蝠俠就在某個草裡面蹲我們 前期被蝙蝠抓到呢幾乎是死定的喔 而且我們的技能是帶制裁 我們並沒有瞬移或者治癒等等的 這邊隊友抓到敵方的中路喔 被美娜勾了過去 這邊蝙蝠俠應該會在附近看到影子馬上滾過牆 這時候我們的輔助女魔王呢 交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治癒 而敵方蝙蝠俠跟美娜呢為了抓我聚在一起 剛好一起被超人推 一推呢推出一個3比1 看來我們這個幽兒呢還是非常的成功的喔 我們繼續說呢 警打野對上蝙蝠俠要怎麼玩 首先呢你要知道一個觀念喔 我們前期只要不要死呢 穩住腳 到了後期呢絕對比敵方的蝙蝠俠打野更加有用 很簡單的道理喔 射手是後期英雄我們後期很強 而蝙蝠俠呢是個前期三角喔 前期呢尤其是剛四等的時候 被蝙蝠俠抓到呢幾乎死定的 當然呢我們指的是落單的情況下 在前期呢如果你落單 就算你是坦克呢 也很有機會被蝙蝠俠殺掉 那這邊地圖上我們是沒看到敵方打野的位置喔 所以我們要稍微的謹慎一點 我們隊友抓到敵方利安呢 我們幫我們補輸出 補輸出之後呢就要回到安全的地方 在塔的附近呢把兵線推出去 這時候我們要在安全的地方呢盡量的發育 如果沒有敵方的蝙蝠俠的視野呢 我們就不要隨便的往外走 另外呢就是不要離我們隊友太遠喔 尤其是我們的輔助 畢竟輔助呢是有自癒的 而且呢通常輔助的英雄都會有控制喔 可以幫忙保護我們的小蜜 只要我們能夠撐到中期呢 後期我們的裝備起來呢就能夠爆打隊友喔 當然呢錦進口下落之後 打野可能沒那麼有效率喔 如果你不想要打野的話呢 也是可以玩邊線 錦邊線呢還蠻強的喔 第一件裝備是破陣 後面的裝備呢可以照樣出 也可以再加一個失血弓 這裡我們已經掌握了敵方位置喔 打野也在附近 我們在安全的地方呢持續的輸出 切記呢不要滾得太前面喔 那給敵方的莉莉安一套 然後呢趕緊回去吃我們的藍 我們是玩家有15%冷卻呢 加上藍buff 我們可以很頻繁的翻滾喔 所以呢錦有藍它是比較舒服的 而且不要忘記呢藍還有金錢喔 還有122塊 這時候我們很需要發育 冷漠了發育它兩三隻之後呢 我們稍微往後一點喔 因為這時候敵方打野可能會在附近 這時候我們走位呢要再謹慎一點喔 要注意躲敵方變回家的飛鏢 先全個翻滾設計 這邊發現敵方打野喔 再給他們一個反滾大招 再一個反滾 最後下敵方防禦塔 敵方也打了輔助跟打野 這一波呢也是非常的專喔 可以注意到呢由於剛才我們 一直在靠近家裡的地方 撈圈圈 敵方實在抓不到我呢 只好去抓我們的超人喔 而超人剛好有清醒 而敵方抓我們的隊友的話呢 我們可以在後面輸出 畢竟錦的範圍爆發呢 可是非常的高喔 那這邊保護一下 我們的檸檬王撤退 然後我們的二技能呢 我們的鴨子 盡量丟給敵方的超人 那這邊追追看 試看就我們的超人 敵方的凡恩加了瞬移 右鍵鎖定敵方凡恩 OK先刷凡恩 馬上就破陣 那這邊先要攔著敵方超人回家的路喔 OK最後我們的紅呢 燒死敵方超人 這時候注意到呢 敵方蝙蝠才在下面喔 所以我們這裡是安全的 快速把這個魔龍吃掉 好 那到了這邊呢 我們真的要說一說 我們要表揚一下這個女魔王喔 我們要把這個女魔王呢 封為本場的最佳隊友 也是一個模範身輔助 首先呢這個女魔王 做到的輔助該做的所有事情 第一個是視野 第二個是保護牌 第三呢是控住敵方的關鍵目標 我們第一次被美娜抓到的時候沒死呢 是由女魔王加入一個非常關鍵的治癒喔 但我們的血量要抓到一點點 喔剛剛呢我們也躲過了敵方的蝙蝠俠 這時候呢我們先跟緊 喔蝙蝠俠在附近 這邊我們穿蝙蝠俠的一整套喔 最後我們就忘掉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治癒 我們血量呢剩下一點點活了下來 殘血呢就來找這個古龍吸個血喔 這邊我們隊友在有點深 我們先往前去火力掩護喔 掩護我們隊友撤退 這時候發現 欸我們的塔拉是LOBO 我們先把媽媽這防禦塔推掉 然後再趕緊撤退 撤退途中呢也可以把野怪全部反乾淨喔 然後回去要把我們這家野怪刷一刷 這邊呢由於塔拉也是帶制裁喔 所以呢我們想要把我們的野怪留給他吃 畢竟我們的發育非常不錯喔 而且擁有非常高的擊殺參與 如果沒記錯的話呢應該是87% 有個紅想要反一反 結果竟然看到一個蝙蝠 這個蝙蝠俠呢被女王跟超人好像網球一樣喔 一樣趴來趴去 那這裡呢我們說說菫的一個優點喔 就是拆塔非常的快 雖然敵方有蝙蝠呢我們被壓抑了一整場 這邊再往回一套連招 先收到敵方的凡恩 然後再帶走防禦塔 注意躲過敵方的美娜溝 然後再離我們的超長距離呢 來消耗敵方英雄 當然過程沒要注意躲敵方的莉莉安喔 不要被敵方莉莉安超到 警隊上莉莉安呢其實就比誰的走位更好喔 這敵方蝙蝠俠已經復活 喔 最後呢我們也剩下144血量喔 本場的第三次 這一次沒死呢也是因為我們買出了淫灰護腕 稍微多一點點的物防 這邊蝙蝠死掉之後呢我們就可以開心的推兵線 既然正義聯盟的蝙蝠俠已經死掉了喔 我們已經沒 喔這時候竟然殺出一個超人 這邊超人躲得有點遠喔 剛好躲掉了我們的一技能 我們先跑向門隊友喔 之後發現超人剩下大概兩槍的血 喔有點可惜 我們最後兩槍都空掉喔 這邊呢如果我們不貪心的話是可以不用死的 剛好可以給大家做一個反面的教材喔 一身長下來呢我們打得非常的穩 非常的謹慎喔 到最後呢竟然為了人頭而送出人頭 所謂沉野風雲 霸野風雲 這邊敵方蝙蝠已經不在呢 兵線也正在推 我們稍微把這個支援拿一拿 反正兵線呢也是需要時間的 OK發現敵方兩個英雄在上路 這邊反恩在下 美娜在下 先把這兵線清掉 這時候我們清兵呢可是非常簡單的 這個藍呢就交給我們圖倫 這裡等等洛伯 先把門開 打在後面快速把它吃掉 這時候敵方美娜跟超人都在附近喔 但我們手上是有制裁 成功下凱撒 追殺一下超人 封了敵方超人回家路喔 用我們的鴨子 超強的鴨子 繼續追上去 這邊呢可是差次難飛 OK再次拿到他人頭 這時候我們已經有了凱撒呢 我們的一槍可不是開玩笑的 基本上敵方的英雄呢 誰都撐不住我們這一槍 減成好大一把槍 減成好大一把槍 那這裡一槍呢敵方的凡人剩下一半 買去天叢雲 如果到了大後期呢 我們可以賣掉我們的破陣喔 改成王子之劍 那先插一個防禦塔 至少注意呢我們盡量靠近我們隊友喔 不要離隊友太遠 也不要站在後面 因為後面有可能會有蝙蝠俠 反正呢就注意我們的隊形 在安全的地方呢進行輸出 這邊在遠距離持續有轟炸敵方的超人 最後補一槍再往前追 順便拆掉這個防禦塔 那這時候呢敵方只剩下蝙蝠俠 但是他一個人呢已經無力回天 以上呢是我帶來指引打野的三點說 當然呢對上蝙蝠俠這種英雄的關鍵 影片中都有說明到喔 總結一下的觀念呢就是前期要穩定的發育 並且呢沒有視野的話就不要隨便亂走了 很有可能蝙蝠俠就在某個草叢裡面蹲你 那影片最後呢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影片呢記得按讚訂閱打開鈴鐺 每個禮拜的一三五七呢 晚上八點我都會在NOLIVE平台直播 歡迎大家來看 那我是尚恩我們下次見 掰掰